首次杏鮑菇放入油锅 大火炸干再加入干辣椒快炒 这道干扁香菇一天卖50份跑不掉 滷鸡腿的汁来做汤底 还有这道黑毛猪剁成薄片 加入特条酱汁含辣椒酱 或是熬煮8小时鸡汤的过桥米线等 道地云南料理人和园 在北市飘香66年改地点后 首次入围必比登推荐 这次添加了大薄片 他把我们66年的老菜也入列了 所以我觉得蛮骄傲的 同样是北市新进必比登名单 还有这家包入特制甜面酱和牛肉 招牌牛肉卷就完成 川姆园经营十多年 以卷饼刀削面等身受青睐 来这边买东西吃就很好吃 然后就变成常客 还有蔬食料理也入选 别看这好像韩式炸鸡 其实里头包的是花椰菜 还有酪梨甜菜根塔 不吃素的民众也被收服 我是蛮蛮讶异的 因为毕竟在疫情期间 能够入选我觉得就是已经很棒了 美食界甚是必比登 今年北市新进榜一共6家不同以往的市 今年必比登还新增台南和高雄 大蒸笼一打开 碧点蒸蛋汤香气标出 这是高雄北港菜三代档阿V哥 重头戏档阿V哥铺满肉燥和肉条 称为老涛最爱 蛮高兴的 因为这样子对我们也是一种肯定 外带有炸有想 目前是我们今天只有想的 还有台南保安路米糕 就算已经到下午4点排队队伍一路绵延 经营一甲子 另外叶家小卷米粉汤阿美饭店阿明珠心冬粉等 一共27家店家入选 光是小吃就有19家 接下来星级餐厅评选将在30号登场 也让民众挖掘更多美食 体育新闻王翔张慧仙台报道